接下來就是我們全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視訊人獻給德州州立大學 朱宇教授翁呂中翁教授你好 至於好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虹文教授當然台灣要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我們當然是非常開心 但是中國大陸的確有些相應比較強硬的作為 甚至美國現在也跳出來 抗議了會不會也導致 中美有新的 衝突點 是其實立陶宛這個 立陶宛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最近的事件所謂的召回大使事件 是國際政治上面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也就是說兩國的關係事實上跟國際政治的角力 有通盤的影響 它的影響是整個大體的影響 所以我們從大來看小 事實上我們如果只看立陶宛的話 我們會去思考說 立陶宛為什麼敢對中國做出這樣的比較強硬的行動 堅持要支持台灣到底 事實上如果從立陶宛個別的國家來看的話 立陶宛之所以可以跟中國比較強硬的回應 關鍵在於說立陶宛跟中國其實沒有高度的經貿互賴 在目前全球化的時代 跟中國沒有這麼高的經貿往來的國家 其實是比較少的 立陶宛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如果以2020年立陶宛跟中國的貿易關係來看 立陶宛從中國進口的總額只有13.4億 占立陶宛全國進口比例的只有3%多 那出口更是稀少 立陶宛出口到中國的比例 總額只有3.8億喔 占立陶宛整體出口的1.1個百分點而已 換句話說 在低度經貿互賴的情況之下 跟不跟中國做生意 在經貿上就沒有對立陶宛產生太大的影響 那麼相對於其他的歐洲國家 立陶宛他當然他的發聲的立場呢 或者是說他可以對台灣表達支持的態度 站在自己國家他們喜歡的這個角度 來跟中國做抗衡 事實上立陶宛是比較有力量的 但是我們說了國際關係呢 他並不會是一個單一國家的互動而已 所以立陶宛他可能還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立陶宛要考慮的是他的其他的歐洲的盟友 或者是他 尤其是最親密的東歐的 所謂的 布加列斯特的九國的夥伴關係 這些國家當中 有一些國家跟中國的關係是很好的 這些國家會有所擔心 這個在自己的小聯盟裡面 小圈圈裡面 有跟中國鬧翻的 有跟中國這個 處理這麼不好關係的話會不會影響 中國對他們其他國家的 一些關係 中國相對來說 當然也可能會 施加更大的壓力 無論是對東歐國家 還是對整體的歐盟來說 所以接下來立陶宛的走向 就變成 我們說 就變成非常的有趣了 因為立陶宛如果退讓 現在立陶宛官方 發表的聲明是說 他們一樣是維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跟其他的歐盟國家一樣 但是在聲明當中沒有提到的是 其實立陶宛這一次的動作呢 跟歐洲國家不一樣的是 他們支持台灣作為台灣辦事處 而不僅僅是台北 經貿文化辦事處 我們說外交當中沒有說的才是重點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立陶宛會不會稍微的退讓 退回到 讓我們台灣設立辦事處 但是名稱稍微的改變 或者是立陶宛會堅持到底 那如果立陶宛堅持要幫助台灣 設立台灣辦事處的話 接下來問題就會把球拋回給中國 中國大陸到底要如何因應這個已經非常嚴重的 召回大使的行動 在外交上召回大使的下一步 可能就只剩下降級或者是斷交 中國會不會這麼做 因為對中國來說 如果連小小的立陶宛在他們想像當中 如果連小小立陶宛都沒有辦法處理 美國的壓力再進來 接下來中國對於其他的歐洲國家 是不是能夠hold得住 他的這個對歐洲的關係 以及能不能hold得住中國整個對外政策 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在一定的架構之下的這個樣貌 恐怕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說從立陶宛的事件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到底是會強硬 到底還是要做出一些調整 那當然了這個牽動 整個國際的局勢當然跟中美關係 也有很高度的影響 好那麼再來看到其實這個事件也會的中美關係 還有中加關係有非常大的影響 侯威的財務長孟晚舟引渡案目前正在加拿大進行 最後一輪的聽證會 不過中國大陸也給予反擊 因為中國逮捕了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凱 還有家國的商人史佩弗 這是在執行的狀況 而且用間諜的罪名秘密的起訴審判 傳出最快在今天中國大陸的法院就要對史佩弗 來進行宣判 我們要繼續來請教翁孝壽 包括現在孟晚舟 儼然是包括中美或是中加之間的一個籌碼 一個手段 那以這樣的狀況來說 有可能 會 影響到接下來10月份 可能的拜習會嗎 對整個中美還有中加的局勢 又該怎麼演進跟分析呢 事實上我們說國際政治它確實現在 尤其在整個全球最強大的兩個國家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角力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百萬化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小細節都變成了 都變成了某種變數 包括了剛剛我們說這個新聞當中所提到的 所謂的孟晚舟的事件 孟晚舟的事件 如果不是在中美之間競爭 這麼激烈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就是一個商業案件 它可能就是一個一般的這個企業之間的紛爭 但是因為中美貿易的關係 中美貿易戰 以及中美的緊張的氣氛 所以這件事情 它絕對不可能被視為一個單純的司法案件 再配合的所謂的之前的加拿大的外交官被拘捕 還有加拿大公民 在中國所謂的販賣毒品 被判處死刑 這些都是最近中加之間 關係緊張的一個原因之一 可是這些原因都連帶的 跟外交政策是有影響的 所以至於剛剛問到說 這會不會連帶的影響 中加之間的關係 中國跟北美之間 尤其是美國在後面的一些推力 有沒有連帶的影響 當然是有影響的 那現在看起來的 中美雙方都不退讓 看起來在很多的變數上面 都是朝向比較對立的情況 確實有人在擔心 本來預期G20在10月底 有可能自然而然 雙方領導人可以見面 甚至可以事先安排一些會議的議程 這樣的想法好像慢慢的這個希望 好像慢慢的這個可能性越來越低 不過我個人會覺得說 現在的中美關係已經到達蠻緊張的情況 如果雙方還要繼續的劍拔弩張 我相信大家都不樂見 所謂真正的硬衝突的發生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外交政策上面 我相信中美雙方的都還是會朝向 所謂的10月份 至少要見面一定會碰到的 至少碰面要開始有一些對話 至少會有對話的產生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應該還是會看到緊張的對立 可是同時間 我們沒看到的 對話的佈局 應該也正在 慢慢的部署當中 好再來我們來看到 是所謂的對話的中斷了 因為美韓軍演在10號展開 也讓南北韓的情勢 又再度的緊張起來 北韓揚言說要讓南韓跟美國 每一分鐘都感受到安全危機 而且呢 南韓的軍方人士也透露 之前好不容易再連上線的北韓 南北韓熱線 例行電話是再度的無人接聽 也讓7月27號 才剛剛重啟的兩韓熱線 相隔14天後再度中冠 不過目前呢 在美國跟韓國的部分 是沒有要取消 這一次的演習的 但我們要持續來請教的是 翁教授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 美韓的軍演是有縮小規模 但是如果以北韓的態度來說 有可能讓美國跟韓國 針對這一次的軍演 喊咖媽 而且是不是對 文在寅的南韓 南北韓一家親的夢想 是不是其實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衝擊 是 我們剛剛分享的 包括了中國跟加拿大關係 中國跟立陶宛的關係 其實某種程度都是 對中國的壓力 現在我們來談 韓國跟美國 其實是對美國的 美國的壓力是來自於這裡 為什麼說美國的壓力呢 美國是很期待 在東亞地區 韓國可以作為美國的左右手 幫助美國來制約中國 但是韓國有他自己的考量 自己的所謂的自己考量是 文在寅政府一直希望南北韓的關係 可以走向比較和平的方式 這是作為他 卸任之前一個重要的政績 所以文在寅在面對北韓 對所謂的美韓 大規模軍演提出抗議的時候 文在寅立刻就產生了一個 往後退縮 往後讓步 因為對文在寅而言 北韓跟南韓之間的關係 才是他的重點 美國事實上在7月30號 這個國防部長打電話給 南韓的國防部長 徐旭 特別強調說 這一次的軍事演習 必須要回復到 疫情發生之前的 大規模軍演 因為只有這樣子 能夠讓南北 這個北韓跟美國的 軍事 軍事的演習 真的達到 這個 達到這個 軍事的操演的目的 因為美國其實想要利用這個 美韓軍演 不是秀肌肉給北韓看 而是秀肌肉給中國看 畢竟在中國的門口 所以美國的盤算是這樣 但是 這個盤算就遇到了文在寅 他在韓國的考量 他覺得北韓是比較重要的 不願意在這樣的 時候 去做 大規模刺激北韓的動作 因此退縮了 我們講到這樣的退縮 事實上 對美國來說 為什麼他是挑戰 因為 很明顯的 美國希望韓國 站在美國這一邊為了制約中國 可是他沒有想到 韓國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在美中之間 看起來 韓國不願意說 萬事都聽從美國的 美國的安排 所以對美國來說 現在遇到的一個挑戰是 在整個東亞地區 雖然日本站的很近 我們台灣也是支持美國 但是韓國的立場 看起來沒有那麼的堅定 一定要站在美國這一邊 接下來 世界上還有其他的國家 是不是也會像韓國一樣 在中美之間 不見得 按照美國的想法 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 這是為什麼我們說 這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 理想是很現實的 理想是很豐滿的 但是現實很骨感 這些國家 如果不站在美國這一邊的時候 美國應該怎麼辦 我想這是拜登政府要接下來要 討論 要思考的問題 而且我們剛剛其實也提到 文在寅 其實馬上他任期的最後 攸關他的聲望 一個就是他 一直心心念念的南北韓問題之外 疫情絕對也是一個 重要的因素之一 尤其現在南韓第四部的流行 都還沒有結束 但是他們發現說 其實他們跟莫德納 訂的貨 基本上都是不斷的延遲 甚至南韓政府要 組團到美國跟藥廠 抗議 我想要持續來請教翁教授 以這樣子的狀況來說 我們知道現在歐盟 針對AZ的供貨不穩 其實也有一些 抵制的聲浪 而且抗議的聲浪 像是未來這種類似的狀況 會不會越來越明顯 還會有其他的後續效益嗎 其實韓國的動作蠻大的 韓國現在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他在做出他自己 應該有的行動 我們先講疫情的部分 韓國的疫情現在應該是說 全球了 疫情都因為 Delta病毒的 傳染力很大的關係 全球疫情看起來 進入了第三波 甚至第四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韓國國內也有民眾 民意會呈現得非常清楚 希望政府拿出更多的魄力 更多的效率 韓國政府文在寅政府 其實也推出 也把所謂的騎乘 希望可以達到群體免疫的騎乘 扶上了檯面 承諾韓國社會 到11月的時候 希望可以達到群體免疫 前面的一個階段是 希望在韓國的中秋節 也是9月20號到23號之前 就可以達成 超過70%的韓國民眾 至少施打了第一劑的疫苗 如果要達成這樣的目標 事實上70%大概是3600萬的 韓國民眾 如果要達成這樣的目標 莫德納 韓國向莫德納訂購的 4000萬劑疫苗就必須要能夠落實 必須要送貨 那目前呢 4000萬劑的疫苗 只到了264萬 所以差距是非常大的 韓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來自國內的 已經給了國民承諾 再加上這符合 韓國的國民利益 當然文在寅政府要採取比較強力的動作 我們剛剛說了 韓國國家的利益是如此 韓國有什麼籌碼 可以要求美國來配合呢 就像我們說的 美韓的軍演 以及韓國在美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是不是會利用這樣子的事情呢 台上台面來作為籌碼 逼迫 迫使美國 去重新思考 如果你沒有給到一定的疫苗 如果你沒有辦法幫助韓國的話 韓國其實 其實有其他的事情可以 沒有辦法讓美國那麼的愉快 那麼的舒服 這個籌碼呢 其實我覺得世界各國在 面對中美關係的時候 都要去思考 自己的國家 到底如何維持自己的國家利益 到底有什麼籌碼是在手上 可以在中美之間 進行斡旋 為自己的國家爭取更多的利益 我想不只是韓國 日本也是這樣 台灣當然也必須要朝這個方向去做思考 好那麼再來看到 美國 美國的紐約州州長庫摩一個多星期以來 他持續的深陷在性騷擾的醜聞當中 而且他終於出面 跟這些受害的女性致竊 而且也宣佈請辭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他怎麼說 現在我的方式可能會開箱 是如果讓我力度重新 的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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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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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們要持續來請教翁孝須 包括Kumo的問題 因為他從堅持不辭職到現在 可以說是 雖然說是自己請辭 但是其實也很像是被迫下台 對整個民主黨的這個相關的政策 還有一些所謂的布局會不會有影響 還有我們來看到其他的所謂的 美國的政治精童 像加州的州長紐森 其實也因為防疫不力 接下來馬上面臨到是罷免投票 有可能罷免成功嗎 而且這樣的狀況會不會複製在 所謂的佛州跟德州 因為這兩個地方也被認為是防疫不力的區塊 有可能也上演所謂的罷免情況嗎 是 現在在美國 國內的狀況其實蠻多問題值得討論的 當然疫情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先從Kumo開始說起 這個四個州 我們提到的四個州 剛好是美國的四大天王 待會可以來分享一下 Kumo的部分 紐約州長Kumo事實上今天是不得不辭 為什麼說不得不辭呢 事實上他這個性騷擾的風波 這個疑雲已經延燒一段時間了 在這段時間當中 其實Kumo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Kumo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可能讓很多人不舒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2022年的選舉快到了 所以Kumo面臨的是 除了性騷擾疑雲之外 整個的政治氛圍 也是民主黨跟共和黨都希望他下台 民主黨希望Kumo的位置 民主黨州長的位置 可以確保確實留在民主黨的手中 所以要求Kumo下台 其實可以確保下一次的 2022年的選舉的民主黨 可以繼續的掌握紐約州 那共和黨當然不用說了 共和黨非常希望可以取而代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Kumo其實沒有太大的選擇 因為他如果堅持在他的位置上面 他會面臨的就是彈劾 就是說接下來被紐約的州議會彈劾 各位要知道在紐約的 按照法律一旦被彈劾了 Kumo可能接下來沒有辦法 再競選任何的政府的職位 對於Kumo來說 現在的辭職至少 在留下一個比較漂亮的轉身 在他今天的辭職演說當中 不斷的強調他自己在紐約州 超過10年的任內 做了哪些事情 包括了槍支的管制 包括了同志婚姻的合法化 這些事情都讓Kumo 未來在辭職之後 其實還留有一個伏筆 未來Kumo也許還有政治生涯 所以對Kumo來說 當然這個選擇是不得不為的行為 再來我們說整個在美國 Kumo的現象 Kumo遇到的狀況 其實也反映一個狀況 就是說現在在美國 政黨兩極化是非常嚴重的 不只在地方政府 拜登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共和和民主兩黨是互相攻堅 互相攻擊 基本上沒有辦法合作 在加州紐森 9月14號將要面臨的 所謂的這個罷免案 現在本來覺得罷免案 大概投票率很低 沒有人特別去擔心 可是現在看起來完全不同 因為政黨對立 再加上疫情的飆高峰 而且加州有長期的 嚴重的債務問題 以及野火燒不盡 氣候變遷造成加州野火燒不盡的問題 這些都讓紐森的聲望 是逐步的下降 再加上共和黨現在是全力動員 在美國這幾個禮拜以來 共和黨在加州全力的動員 希望可以把紐森拉下台 所以紐森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這一次的罷免很有可能 讓他真的沒有辦法繼續做加州州長 同樣的狀況發生在德州跟佛羅里達 這兩個州 以前大家覺得說是南方州 是共和黨的鐵票區 兩個共和黨州長應該很穩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整個加州的這個民主黨 大量的遷徙到南方的德州跟佛羅里達 佛羅里達跟德州這幾年其實引進了非常多的 非共和黨的非傳統共和黨的選民 所以現在德州跟佛州呢 也遇到了同樣的挑戰 民主共和黨的民主共和的對立 再加上正式板塊的位移 讓過去這四個州傳統的四大州 產生了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政治變化 接下來美國內政 尤其是2020年2022年的選舉快到了 接下來美國內政 也會影響美國整個的對外的關係 跟對外的態度這些都值得我們持續來做觀察 我們在今天也非常謝謝翁教授 接著我們的視訊連線提供精品的觀點 謝謝翁教授